在我的成长路线途中 第三个重要的因素就是成就 我对此的解释是 一定要在精神上获得充分的满足 不能感觉贫乏 对我而言 成就与我的事业 及对世界的贡献有关 能让我体会到成就感的唯一方式 就是去做一些 自己完全乐在其中 且充满激情的事情 在我的职业生涯中 我曾在销售 市场与人力资源领域工作过 尽管我确实很喜欢这些 社会角色的某些方面 但我相信 他们带给我的压力 与我的疾病有很大的关系 出入职场的时候 我的工作就是招募新人 以及帮助那些失业者在就业 我坚信 一份让人充满成就感的工作 是生活必不可少的 就是能够让你发现 并打造自己的优势 我之所以会有这样的看法 是受到了马丁·赛里格曼发起的 积极心理学运动的深刻影响 马丁·赛里格曼在2002年出版的 《真实的幸福》 以及在2011年出版的 《持续的幸福》两本书 让积极心理学变得广为人知 在积极心理学确定的24种 性格优势中 我的五大优势是 灵性 好奇心 公正 热情 感恩心 来自盖洛普组织的 马克思·白金汉和汤姆·雷斯 在他们所著的杰出者 及优势识别器2.0两本书中 也对性格优势进行了全面具体的阐述 按照他们的标准 我的五大戴洛普优势是 联通性 开发者 学习者 利益最大化者 积极性 与积极心理学比起来 他们的评估标准和所使用的语言 都更职业化 当然这两种方法都是很有价值的 知道自己的优势所在 可以帮助你锁定那些 能够开发出自身潜力的职业 在知道了自己所具有的优势后 我考虑了一下成为商业教练的可能性 但是在经过一番探究后 我认识到 有一件事情能激发我更强烈的热情 以他人真实的人生经历为基础 写一本有关于人们如何战胜逆境 与抑郁症的书 这件事情能够带给我更清楚有力的目标感 帮助我更大程度的利用自己青睐的那些技巧 感谢上帝 我做出了这样的决定 因为在我做过的所有事情中 这件事最有意义 最让我感到快乐和满足 在与成就感有关的精神层面的充实上 我还做了一件事 承诺将自己财政收入或者时间的10% 奉献给精神健康运动团体 坚持脚下的路 让生活围绕着这三个优先级 活力 亲密 成就进行 能够帮助我将关注点放在更明确 具体 积极和肯定的结果上 而不是总是信念我想摆脱抑郁症 这对我最终的康复 起到了非常显著的作用 关于目标设定的深入研究也强调 关注正向积极 而不是反向消极的一面 对人有益 在前面提到的三个领域中 设定每周目标和更长期的目标 让我有了平衡感和目标感 为了强化设定的目标 我收集了一些图片 以及能够代表这些目标的其他物品 将它们贴在笔记本上 相应目标的旁边 例如 我有一个封面模型 用来代表我计划要写的书 看起来就像真书一样 这让我对自己的目标 有了更直观 立体的认识 我想在完成写作之后 去秘鲁的马丘比丘旅游 所以我又在这个模型旁边 加上了一张马丘比丘的图片 当因没有达成目标 而感到挫折和失望时 我发现那种必然会出现的沮丧感 和无力感并不会持续多久 在接下来的一周 当写下自己收正后的目标时 我通常会发现 我更专注的是将来 而不是过去 我想强调的是 这种目标感和动力感 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 但随着它们的发展 我的自信也随之不断增强 从一开始我就发现 制定每周目标对我的健康 人质关系和工作大有必益 在康复之路的最后 我发现了所谓的原因代码 它是目标 热情和积极优势的总和 为了达到继续前进的目的 我需要确定三样东西 目标 我的方向 我应该为谁服务 以及该怎么做 热情 我的燃料 是什么激发了我的力量 燃烧了我的斗志 优势 我的工具 我应该如何利用自己的优势 是否要将我的原因代码 收入本书 这个问题让我颇费稠储 因为知道要明确地 给这些东西下定义是很难的 除非你感觉自己已经走在了通向痊愈的康庄大道上 但我还是想分享给大家 因为它也许可以帮助你 从自己的苦难中找到深刻的意义和迫切的目标 只要它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你眼前 我建议如果你的新建状态还没有改善到让自己产生希望的程度 就不要浪费太多时间在这一内容上了 同样 如果你打算使用这种计划制定工具 请一定要保持耐心和灵活性 毕竟我花了两三年的时间才最终确定了自己的目标 热情和优势 我的目标是激励那些遭遇挫责的人 从然斗志 奋力向前 我的热情所在 亲近大自然 练习冥想 坚持锻炼 和所爱的人在一起 欣赏音乐 摄影 电影 爱出旅行 烹调亚洲食品 我的优势 以及我是如何利用这些优势的 诚实 讲述自己的故事 表达感恩之情 与他人带去希望 既高瞻远瞩 又脚踏实地 帮助人们发现自己的优势 和真实的自我 能看到在不同的信息 与不同的人之间存在的联系 始终保持好奇心 并不断地学习 我还开发了其他几种工具 帮助你发现自己的热情所在 和擅长知识 其中一就是 可以在我的网页中 找到的调查问卷 不过 我得再一次提醒你 当你感到自己的状况 有所好转 并且对未来产生了希望之后 再来讨论寻找目标的问题 会更容易一些 最后我衷心希望 你在本书中读到的那些 鼓舞人心的故事 能够激励您 采取行动 发现适合自己的疗愈之路 无所作为 不可能 击败抑郁症 而适当的行动 可以给你提供一架梯子 让你爬出 抑郁症 那黑暗的洞穴 如果想让自己的病情 得到长期持久的改善 有一种方法非常有用 每天写出三件 让你心存感恩的事情 你可以在每晚上床之前进行 以我自己为例 每天我都会强迫自己写下 三件值得感恩的事情 不管这一天 我过得有多艰苦 正是这个习惯 逐渐改变了 我对世界的看法 冥想练习 让我看到了自己 生活发生的改变 我有了新的需要 优先考虑的目标 在冥想的帮助下 我感觉自己更平静了 更加容易接纳自我 甚至达到了内心的和谐 通过冥想 我第一次感觉 自己和某种神性 有着最直接的联系 我非常珍惜 每天清晨 走在灌木丛中的时刻 感觉自己和自然融为了一体 我和家人 朋友 变得更亲近了 这让我获益凉多 我热爱自己的工作 因为它充满了创造性 而且还可以帮助他人 我甚至觉得 过去所做的一切事情 所受的一切苦楚 都是为了让我今天 更好地承担这份工作 如果你在我处于身部 抑郁状态的时候告诉我 有一天我会踏上 现在的道路 并感受到如此美好的 充实和满足 我一定不会相信 而现在 我确实感觉 自己在经历抑郁状后 变成了一个更好的人 我喜欢自己 说起来 可能令人难以置信 如今 我真的把过去 身处炼狱的五年光阴 看作上天恩赐的礼物 如果不经历那样的苦难 我就不会逼迫自己 做出改变 我只恨当初的自己 领悟得太慢 我现在已经知道 哪些行为 能让我充满力量 哪些行为 会让我不断弱化 我现在更明白 应该把重心 放在哪里了 现在的我 已经学会把更多的时间 花在那些 是值得自己感恩的事情上 不再去想了一些 不值得自己感恩的事情 我最感恩的事情之一就是 在服用抗抑郁药 长达22年以后 终于全面停止了药物治疗 当然 我的意思并不是说 这适用于任何人 这是我在保持 长达五年的健康状态后 做出的决定 也是在认真的咨询了 我的精神科医生之后 做出的选择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